下一站小林老師派出的是 高瑋 高瑋請出列 那建寧老師這邊要迎戰的是 許維婷 好 這個我想很多外地來的朋友來到台灣 會有很多不同的新鮮事 聽說高瑋現在也有被認出來是嗎 有小女生看到你說 是高瑋嗎 對 有一天早上 我去那個樓 我們樓下的那個Seven去買東西 然後進去我就買東西 後來後面有兩位 就是說很漂亮的妹妹 然後在我後面說 你是高瑋嗎 然後我用東梅話 咋的 然後她就說你到底是不是啊 我說不是 然後後面有一個女孩說 看她穿得這麼土 就知道不是 對 然後當時我的心就碎了 所以下次選一下 穿帥一點的睡衣 不是 穿帥一點出門去 好吧 好 那今天 來 徐薇婷帶來什麼歌 天賦甄的新歌 《寂寞寂寞就好》 很新的歌耶 不錯的選歌 那請問高瑋 我唱的是張志成的《凌晨三點鐘》 好 那你就先唱吧 掌聲歡迎高瑋 選唱R&B歌曲的高瑋 這次有不少即興發揮 老師卻認為他的演唱節奏感不足 因為你的節奏感非常好 你一定要把你的那個 腳上的節奏感 用在你的聲音 你即使唱一個慢歌 你都要 零晨三點鐘 那個 你要怎麼去壓那個拍子 那個全部都是 你自己可以控制的 將和徐薇婷對戰的高瑋 是否能將自己舞蹈的節奏感 成功帶進歌曲中呢 謝謝 田北 菅 菊 菊 小柱 菊 菊 詞彤 菊 菊 劉 菊 菊 現在是凌晨三點鐘 喝了點就頭有點痛 寂寞的夜 點燃空虛的夜 暫時把心放空 明天開始我將如何面對沒有你的以後 那些美好的畫面反覆在播送 擔心破碎了之後 要怎麼去做 你一定走 Baby baby love can be so beautiful 只怪那一刻花束的太重 所有的情節都是風風 Baby baby love to be so beautiful 別怪的情諾現在我才懂 只有煙和酒陪伴的夢 而凌晨散暗暗點鐘